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想 介绍一下华尔兹的 这个 第一个动作 叫close change close change呢 分成左 左侧的和右侧的 就是left foot close change 和right foot close change 那如果看到这本书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有四个column 也就是四个栏目 第一个栏目呢是foot position 就是脚部的位置 第二个栏目呢是alignment 也就是朝哪个方向移动 第三个呢 栏目呢是amount of turn 也就是说有没有旋转 第四个栏目呢 是rise and fall 有没有升降 那么前面的一部分呢 前面的一部分呢 它是讲的是man 后面呢讲的是lady 下面呢它介绍了一下 之前和之后会接一些 什么样的动作 中间那排小字 它解释的非常清楚 就是说有没有这个CBM 有没有sway CBM就是有没有反身动作 有没有sway 就是有没有这个身体的摆大 那这一页呢我给大家 仔细地读一下 那么close change呢 rifle forward 就是on the one 这个时候呢 是facing diagonal center 然后呢 没有turn 这个在end of one 我们要做一个rise on the two 这个现在说的都是男生 left to side and slide forward 也就是说 左脚往侧边移动 然后呢滑到稍微的前一点点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我们中文讲的方不完全的那个方字的概念 它实际上是一个菱形 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前进的方向上呢 它不是画出了一个正方形 它是画出了一个菱形 它是有一点点往前的这个移动 不光是往侧 是侧前方的移动 然后呢 第三拍呢 是right foot close to the left foot 同样 facing diagonal center 就是舞持中央 整个这个动作呢 是完全冲着舞持中央的 然后呢 没有旋转 在3的 结束的时候 3and的时候 那么 它是开始下降 大家如果是跳摩登舞跳的很久的朋友呢 在华尔兹的时候 我们是分成1and 2and 3and 这种跳法 而不是只是count 1,2,3 那么在1and的时候 我们开始升 整个2的过程 和3的前半步 都是开始升 那么3and的时候呢 就是开始降 这一点大家要清晰 那么女生了 女生是左脚后退 back DC 就是背后 背向这个舞持中央 没有旋转 升降跟男生一样 那么 女生的这个第二步呢 是right foot to the side and slightly back 也就是说 女生在后退的时候 又继续沿着自己的惯性 往自己的右脚的后方 在后退的时候呢 稍微有一点 slightly back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向后 第三拍呢 是左脚定到右脚 左脚定到右脚 那这一部分的描述呢 基本上就这么多 就是这四个表格里的这一部分 就是这么多 就这么多 Foolwork Foolwork呢 这一部分呢 只讲的是toe hew oh gentleman gentleman 男生这部分呢 是hew toe toe hew 一会儿在视频里面呢 老师们可以给大家 一项一项讲一下 示范一下toe hew toe 是怎么回事 CBM呢 基本上没有 只是在one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 细别 有一点点细别 在one sweigh呢 也是 在one的时候是没有的 那么 2和3的时候呢 Gentlemen 是sweigh to the right Ladies sweigh to the left 就是Gentlemen 是向右倾斜 向右摆盪 女士呢 向左摆盪 要做到这一点 呃 后面的这个 我就不 大家有这本书呢 再去就是 再去参考了 因为他讲的是 就是最底下的一部分 他讲的是 这个方部 在他之前的步子 和之后的步子 也就是说方部 他他接在哪个步子的后面 然后呢 哪些步子接在他这个方部的后面 这个呢 可能每一个男士呢 都是要搞清楚的 好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老师们怎么介绍 这个方部的 我们的主力脚 膝盖放松 and 推动地板 动力脚肩掌根滑出去 到重心 右脚向侧烧前 推动地板 两脚中心 继续移动中心 上升 并脚下降 接下来 主力脚继续推动地板 右脚 肩掌根前进 经过旁边之外 向侧烧前 中间 再继续推动 上升并脚 下降 竖节奏示范 123 4 2 3 1 2 3 1 2 3 左足并换步 LF Close Change 右足并换步 向前挤压 推送到两脚之间 起掌 膝盖继续向前滚动 后脚起跟 还原重心 手脚结束 膝盖向前 动力脚向下挤压 推送到两脚之间 前脚起掌 脚跟向后 抓地 膝盖继续向前滚动 后脚起掌 收回 好的 这是我们第一步的前进出脚 两脚之间和收脚的动作 续想着我的节奏 什么叫节奏 什么是旋律 我们听到一曲音乐的时候 我可以听到它的鼓点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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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拍 就是我们平时嘴巴里面喊的 1 1 2 3 4 5 6 这个是我们的节奏 基本上大多数同学 我的节奏在保持是正确的时候 会忽略一个什么 是我的旋律 那我的音乐像 像我的刚刚华尔兹的音乐的时候 它会有 它会有旋律的衔接 它不仅仅只是这个古典的重拍 所以大家在跳舞的时候 它是需要有旋律的衔接 才可以让我们的舞蹈变得很丝滑 那这个丝滑 我可以用词语来表达出来 那怎么样去用舞蹈用重心来把它跳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分解的重要性 我们每一次旋律用什么来表达 用N 我的节奏用1 2 3 来表达 我的旋律用N 来衔接 大家看一下 我从侧面给你们看 4 5 6 1 这是我的节奏 1的时候 我的第一拍重心应该在中间重心 如果像我刚刚说到有同学直接往前扑 为什么 因为你在1的时候已经到了拳脚重心 就会过快 就会太冲击力就会太强 所以我的1的时候 我的节奏1这个点应该是在中间重心 然后用N 用这个旋律 用这个半拍 用N 来经过重心到全重心 然后 Q 这是我的节奏 R 这一拍节奏的重心 是在中间重心 然后 N 继续到全重心 然后 3 3的时候 这个拍的节奏 是并脚 N 我在干嘛 在下降 OK 后退的时候也一样 后退的时候也一样 我刚刚3在这里 然后N的时候下降 然后1 推动重心到中间重心 然后 N 推动重心 经过全重心 然后2 我现在转回来是为了让你们可以看得到我向旁 2 中间重心 N 重心到达 全脚 把重心到达全脚的同时继续去拉我的旁边的脚往回收 然后3 并脚 N 下降 所以我们每位同学在练习慢动作的时候必须得有这个N的表达 我们先用这种慢动作去表达 然后慢慢再跟上音乐去做 4 慢动作啊 一步一步的慢动作 4 5 6 and 1 中间重心 身体 肩 头 拔住 然后N 经过全重心 2 打开脚到中间重心 然后N 经过 到全重心 3 并脚 N 下降 OK 曹老师向旁的时候你稍微转一下 不然的话他们看不到向旁的哈 然后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前进的时候 向旁的时候像我那样转过来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大家可以不用转哈 我让曹老师转可以 你们会看得清楚很多 或者你跳 你跳 左右转吗 你跳左右转 好吧 90度的左右转 大家就可以听得清楚 看得清楚 那是方部 在方部的过程中 我需要给大家讲四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我们脚下因为有压力产生的巴动和以及推动感 好 那现在跟我一起做一下 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脚跟脚掌脚尖 在你向前去做的时候呢 你的整个的感觉是巴动地板 然后向后去做的时候感觉是推动地板 推动地板的时候要从脚尖脚掌到脚跟 要感觉因为脚跟地板产生了压力 从而使到你的这个整个的重心往前和推动 好我们可以一起做一次 6 7 8 1 2 3 2 3 4 3 4 2 3 好大家第一个知识点学会了吗 欢迎大家来到刘一老师摩东小课堂 现在我们的第二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膝盖要继续的驱动向前 而不能感觉是往下走 当我们的脚产生了脚跟脚掌脚尖的时候 我们的膝盖要继续的感觉是驱动向前去的 看我来试一次啊 1 膝盖驱动向前 然后你的主力腿需要往地板上给地板产生压力 and 这是我们的第二点 那我们的第三点呢 是我们到位的时候 我需要大家跨跟要放松 不能顶出去 看我完整的做一次 脚跟 脚掌 脚尖 膝盖继续驱动的时候 到位的这条腿 and 跨跟放松给到地板力量 然后才能蓄力 继续给到这个地板的压力 好 大家学会了吗 欢迎大家来到刘一老师摩东小课堂 好 我们继续讲解我们的方部啊 在我们脚下产生了压力了以后 我们的膝盖有了继续驱动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我需要大家在放松我的跨跟的同时 可以感觉到斜侧 斜侧 内在啊 大腿内侧斜侧的力量 比如说跟着我的这个步骤来做一次 and的时候 我需要大家折叠脚踝 膝盖继续驱动向前 然后内侧产生一个斜侧的力量 1 脚往斜前方去 2 3 and 1 2 3 就你的内在形成了一种交叉的时候呢 会使你的这个方部呢跳得更稳 这个方部的问题 听到啊 方部 方部 这咱们中国人讲的方部 这大家每天可能都在练的一些基本功 但是我要的方部是不是完全方 永远记住啊 舞蹈在运动中它是有运动的轨迹 即使是方部 它是一种这个元素练习啊 它真正跳起来是没有一步是停止的 它都是继续继续再继续 所以说呢 方部呢 是让大家向前打横再向后打横 是这么一个感觉 但如果你真正跳到的是成了一个正方形 其实是练不到你的这个舞蹈的最最重要的元素啊 所以说他这个方部 刚才有一个人说的非常好 就是请问一下斜方部怎么跳 我认为你这个斜字加的非常好 斜方部 说明你能有一点点理解 啊 我现在就解释一下这个斜方部啊 为什么要斜 这是很关键 如果我一个人跳舞的话 我可以正方往前踏一步 筋脚边再打横再冰脚 没毛病 但如果你作为一个领舞的角度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缺失了这个舞蹈内在的领导意识 啊 现在举个例子啊 来随便 你看我们现在做一个方部 啊 1 2 3 2 3 1 2 大家看这就是一个方部的练习 啊 但是呢 我内在的感觉 为什么变成了 有人说向前这一步 向前的时候 是向正前方 OK 这是一种你可以可以没问题 但是在我的世界里 我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会 有 这个脚啊 向前的时候 我会有一点点 小小交叉感 我会找到一点点小小的交叉感 然后第二步 金脚边 金脚边 我是要靠阻力脚的这个 重力的转换和挤压 去产生第二步 所以我这一步不是完全打横 是一点点斜前 一点点斜前 然后 找到平衡 并脚 后退的时候也是 我不是直接后退 啊 我是后退的时候 也要感觉把自己的内在要加紧 自己的内在要加紧 是这么一个感觉 金脚边 经过重力 给地板压力 产生 小小的斜后侧 小小的斜后侧 我们现在看的最多的 我经常会看到的视频里 大家在一个学习班 有一百多人 两百多人 然后大家一起搭着架行 就练这个动作 一二三 二二三 三 我跟你讲 你练一百年也没有 懂吗 你没有内在的感觉 说到华尔兹哈 华尔兹 那我们应该练习哪些元素 那首先很简单 第一个大家要搞明白 华尔兹 它是升降的舞蹈 很多同学呢 都会去说老师升降的舞蹈 那我们在这跳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几个点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去练习升降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 千万不要想的是什么呢 尤其是我们成年舞蹈爱好者 千万第一个下降的时候 不要想的只是往下蹲 不要想的只是往下蹲 第一个 如果我的主观的思想只想的往下蹲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的膝盖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就会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容易干嘛 膝盖疼 所以呢这第一个我不要想的是往下蹲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不要想的像那些专业院校的一些小朋友 他们那些时候跳舞啊 比如说十几岁啊 二十几岁的那些小朋友去跳舞 他们那样子跳可以去什么样 每一次下降去下到干嘛 下到最低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立到最高的一个位置 下到最低的一个位置 然后立到最高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子的练习的话呢 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对于我们成年舞蹈爱好者 这样子来去练 两下大家都练不了了 因为这样子也是一样的 会容易干嘛 让我们的膝盖去损伤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升降的问题 那升降 有了降它就有升 很多时候呢大家就会去说 老师我想让我的舞蹈能移动的更远 移动的更远 那移动的远还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什么 我们的升降一定是有升降 就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说我把我的脚打开 这个时候我的腿只能打开这么多 好我想让我的步法打开的更多 我应该怎么样 通过我的主力腿的下降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腿的幅度就会更大一点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也是一样的 我是通过了我的下降 让我的腿能去的更远 那很多同学又会去说 老师我想让我的腿伸的比那些专院校 他们那个腿还要长 我要移动的还要远 那这样子可以 前提是什么 您的下降能下降的足够的多 但是我们就要去找到一个现实的东西 对于我们成年舞蹈爱好者来去说 这样子不现实 我们不能这样去练 但是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呢 通过脚的滑形来去练习 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帮大家去回忆一下 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们在去学习摸动物的时候 很多时候大家先学的是什么 学升降 对不对 学升降 好 当我们学习完了升降之后 我们接下来应该学习什么 脚法 老师经常会说 出脚的时候是肩掌跟 收脚 脱 出脚的时候是肩掌跟 收脚的时候 脱 打旁的时候大拇指的内侧 收脚的出 向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脚去往后拉出去 然后收脚的时候还原 OK 这是我们在去学习华尔兹的时候 第二个要去学习的一个脚法的练习 那学习脚法 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两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主力腿与动力腿之间的配合 什么意思 就是第一个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滚动 滚动 滚动 因为我刚才说过下降的目的 第一个是为了能移动的更远 对不对 那我们去想想 我现在 我为了让我去移动的远 我为什么要先想去下降呢 我能不能想什么呢 去做移动 我自然就会去有一个下降的感觉 这第一个 那怎么样去做呢 就是我们的主力腿要去注意的一个知识点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去学会 跟掌尖的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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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称为这个感觉叫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舞蹈当中一开始的什么驱动 驱动我们的身体 在我们的主力腿上去做滚动 那当我们的主力腿去做滚动的时候 我的动力腿要去做什么 也就是我的移动腿要去做什么 接住这个重量 那接住这个重量就很简单一个道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主力腿在去滚动的时候 很多同学呢都会去出现一个问题 他学过他就会干嘛呢 马上一个大脚跟就蹦出来了 OK 然后再去移动到位 那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想法 我们想什么呢 脚掌到脚跟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它做的干嘛 拉长一些 什么意思 我的主力腿再去做滚动 我的主力腿再去做滚动的时候 OK 我的动力腿要干嘛呢 脚掌滑行 脚跟滑行 脚跟滑行 再去滚动到位 那这一点是特别关键的 也就是我们在移动的第一个要素当中 要掌握的就是什么 主力腿的滚动 与动力腿之间的滑行接收重量的一个转换 这一点我们同学们一定一定 走 And 1 And 2 3 And 1 And 2 3 3 我为什么要做手 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我是哪边向前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1 And 2 3 An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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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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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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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来看 尖 掌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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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说完了我们的具体脚法之后 我们来跳一下 看看确实有什么不同 好不好 如果是按照教材的话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发力 你可能就是脚跟直接推着出了 那么出现的形态就是这样子的啊 看我 脚跟推着出 直接脚跟 脚跟出 走 跟 掌 到达 再看一次 走 脚跟 掌 那么 第二种按照小龙老师的方法 是这么跳的 走 肩掌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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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哪种 衔接的 更自然 过渡的 更自然 更流畅呢 大家自己觉得 看 走 五个步骤 到达 sorry 再来一次啊 看 走 五个步骤 到达的 和 两个步骤 很多五有会犯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叫还明明跟你说了 是 掌平落 但是你非不用脚掌 不用你的这个脚趾向后滑行 你用的是脚尖向后滑行 来很多五有啊 走 脚尖向后滑行 我是脚趾向后滑行 大家有发现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吗 你是脚尖 脚尖向后滑行 我是脚趾向后滑行 肯定是第二种更好 为什么 我不卖关子了 直接跟大家说 因为我们用脚趾向后滑行的时候 你可以承接你脊椎向后 看 我脚趾在地板上 我是不是可以承接我脊椎向后的力量啊 是不是 但如果你脚尖的话 你能承接吗 承接不了 所以 很多 用脚尖向后滑行的五有 通常有一个通病 通病是什么 脚走 身体不走 脚走 身体不走 那么 请问 我还能有流畅自然的移动吗 肯定不能 因为你在这儿已经停住了 力量已经截止了 你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身体对吗 然后只能靠下一步走 推地板 瞬间表达 那请问 这跟华尔茨有半点关系吗 没有 所以我们这一步的脚法一定要注意 是我的脚趾也好 脚掌也好 就是不能是脚尖 OK 那脚趾向后滑行 脚掌向后滑行 然后落到我的脚跟 落到我的脚跟上 把我的脚跟落下来 前脚自然就滚动到了前脚的脚跟 请看 后脚一边落的时候 前脚就一边抬 这是我们重心在两脚之间转移的正常现象和自然现象 所以当我向后转移的时候 前脚慢慢的就失去重量了 那么前脚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脱跟的过程 脱跟的过程 但是这个脱跟不是刻意的 不要去刻意去脱这个根 不用 它只是一个自然收脚 经过这个根 自然就收脚的一个过程 从根过度一下 转换回到我的脚掌 这一点清不清楚 右脚 脚趾向后滑行 掌平落 然后前脚 自然滚动到脚跟 然后走 脚跟向后滑行 自然脱跟 回到脚掌上 为你下一步的摆道做准备 好 刚刚说的一模一样 左脚向旁之后 我的左脚要怎么样 经过内圆 经过内圆承接重量 走到达拳脚 对不对 说错了 到达脚掌 经过脚内圆 掌内圆 走到达脚掌 脚跟不落 另外